4月17日,著名主持人、媒体人杨岚现身北京国际电影节互联网电影主题论坛,重拾主持人身份,并在主持中表达了自己对人工智能进行艺术创作的看法。 在论坛上,华谊兄弟CEO王忠磊从传统电影从业者的角度分析了他对互联网的看法,他认为互联网的发展给电影行业带来两个变革,一是改变了消费习惯,二是改变了宣发模式,但他同时指出互联网认为大数据可以取代电影最原始的开发,而事实是大数据并不是万能的。 这一部电影组成电影就是购票率,这样的一个概念甚嚣尘上,而且还特别好玩,就是这么一说之后还真成了几部电影,我身边的还有我这手下有是经纪人的也去当了导演,这个有这个就是做发行的当了导演,然后就把这俩数据一结合真卖错了,一下成为著名导演,当然他们后来好像没拍过第二部电影。 作为主持人的杨岚也从自己过往的经历出发,认为人工智能难以取代人类的艺术创作。 比较早地接触到互联网和这个AI的技术是如何介入到人类的艺术创作当中,比如说有绘画的这个人工智能,有作曲的人工智能,现在还有编剧和这个做电影编辑的,就是宣传片的编辑的人工智能等等等等。 最后我在采访一位艺术家的时候,他跟我说的,我觉得他说的很有意思,他说啊,机器总在寻找一个标准答案,而人的情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,所以其实最后还是人的综合的想象力,创造力,特别是共情的能力啊,这个是机器很难去取代的。 而美国电影协会大中华区总裁冯伟则认为,在互联网时代依旧是内容为王。 互联网进来的会不会把我们影视产业的电影产业都给摧毁了,我觉得内容任何时候都是为王的,因为没有内容就不可能有平台的移民,平台也没有可以向消费者提供他最好的这个内容产品的这个渠道。 然而,爱奇艺CEO龚宇用一系列数据,展示出如今院线电影在网络冲击下,面临着票房、观影人次均负增长的局面,并提出互联网与传统电影行业应该合作共赢。 我们认为线下的电影院将来的模式会变,可能点播的方式啊,可能VR设备啊,可能各种音响设备啊,然后或者是它这个液态可能会发生变化, 但是电影院一直会存在,虽然涨价可能有些变化,所以在这个潜力条件下,对于电影行业来讲,多一个播出渠道,原来就是电影院,现在多一个互联网,同时多一个货币化的渠道,对整个电影行业是巨好的,太好的一件事。 对此,王中磊也表示了认同,他认为通过互联网观看电影,与电影院看电影并不冲突。 我特别喜欢在这个家里面看电影,选择什么样的电影,选择剧情片,选择非常这个有作者表现的这种drama上的电影。 那这种电影在电影院恰恰又是现在观众不太选择的一种电影,所以我觉得他们当中是不冲突。 此外,国家电影局副局长白杰,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局长杨硕,阿里影业高级副总裁李杰,华一兄弟副总裁叶宁,爱奇艺影业总裁亚宁,均出席了此次论坛并畅谈观点。 谢谢。 谢谢。 谢谢。